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51章闹市的 抓住他 港野花木大叫道 他已经清楚是有些极端分子要搞事情子 叶浩轩访窝的事情通过新闻媒体几乎传遍了所有的国家 这一次中医交流之后 所有国家的医疗系统目光都放到了华夏 放到了叶浩轩的身上 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叶浩轩能够来到他们的国家 同时把中医带过来 但是叶浩轩选择先去窝国 这让大部分的人都有些失望 如果叶浩轩在这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们窝国将会被全世界的医疗系统声讨攻击的 想到幕后之人险恶的用心 港野花木的脸色越发越显得阴沉了 虽然这个人被揪了出来 但是他仍然是一服不屈的样子 他被两名警察按倒在地上 他一边挣扎一边吐脏话 他在骂什么 叶浩轩向翻译问道 叶医生 这王八蛋 骂您是猪 而且顺带这连我们的华夏也骂了 翻译叫小丽 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柔柔弱弱的姑娘 这些家伙们根本没有一点诚意 叶医生我们走吧 我就不相信现在哪个国家还抵触我们中医团队 一名老中医有些愤怒的说 的确 叶浩轩的治疗手段现在传遍了整个世界 相信他们这些人不管走到哪个国家 那个国家的人一定会列队欢迎的 可是到窝国刚下了飞机 就被人骂 这让中医团队中的这些老中医十分的愤怒 这些老中医的年龄都很大了 他们小的时候那场战争正在进行 这次来窝国 他们本来都是带有抵触的心理的 再加上闹出这么一出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愤怒的神色 只要叶浩轩一挥手 他们马上扭头就走 我们现在走的话 就正中一些人的下怀 叶浩轩淡淡的说 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搞出来的 这不仅仅是中医上的问题 更是牵扯到外交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走了 不仅仅是中医无法进行下去 就连我们刚刚改善的关系也会更恶化 叶浩轩转过身 对这现场的新闻记者高声说 所以 我不会上当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友好的 有一些人险恶的用心 已经丝毫不加掩饰 我不会上当 医生 医生万岁 叶浩轩的话让当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都拼命地鼓掌欢呼 谢谢医生 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我们一定会给华夏人民一个交代的 港野花木感激地说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轰动 但是华夏网络上的论坛却炸开了锅 在华夏这个全民接网的神奇国度 网民的力量是庞大的 叶浩轩在东京机的视频很快火遍了网络 因为之前举行的中医交流会 让中医火遍了全世界 华夏大大的在国际上录了一次脸 所以这一次叶浩轩的声望 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声势 他的粉丝在短时间内 飙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对于他在窝国的遭遇 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怒 他们纷纷在网上发帖声讨 窝国人的行为 甚至有人怒骂叶浩轩 就是窝国的走狗 拿脸贴到窝国人的冷屁股上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会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情 他们一致认为 这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事搞出来的事端 一方面离间两国关系 又能进一步地抵制中医进军世界的脚步 不过有民间黑客高手 黑进了窝国一些网络 上面挂着红旗 要求窝国首相道歉 还一胜一个公道 还叶浩轩一个公道 不过 叶浩轩很少关注网上的事情 因为网上的喷子太多了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人骂的 所以 他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到达了窝国以后 叶浩轩和一群老中医 在这里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 一家服务最好 环境最好的星级酒店 专门为他们接风洗尘 酒店里的服务让叶浩轩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这里的服务员热情的有些低头了 服务非常到位 就差点能为你提供暖床服务了 为了照顾老中医们的饮食习惯 这里特意派出数名精通华夏菜的大厨 尽最大程度的让这些老中医们吃饱吃好 来这里第一天 叶浩轩当然不会就马上组织人马进行议诊了 一路上坐飞机 总得让人休息好吧 而且有几个老中医因为不习惯这里的气候 现在还躺在床上休养呢 休息了一下午 傍晚的时候 叶浩轩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想在这里四处逛逛 因为是冬季 所以 这个地方不可能看到樱花一类的东西 不过第一次出国 终究还是感觉到有些新鲜的 接下来的几天 肯定会很忙 到时候想着清闲 恐怕有些不可能了 叶医生 你要出去吗 叶浩轩刚刚走到了酒店的大厅里 小丽的声音就从叶浩轩的身后传了过来 是啊 没有来过这里 总得出去看看吧 接下来的几天 恐怕连看时间都没有了 叶浩轩笑了笑说 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对这里不熟 语言也不通 小丽笑道 当然可以 有这么个美女向导陪我出去 我是求之不得啊 叶浩轩笑了笑说 那走吧 小丽的脸 微微的一红 叶浩轩当面夸他 这让他有些兴奋 又有些害羞 叶浩轩不知道的是他的形象 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多梦季节少女心中的男神 尤其是在华夏的时候 为了配合中医交流 他有一个手持金针的宣传形象海报 很多女孩认为 叶浩轩拿着金针的样子很帅 帅得掉渣 所以 叶浩轩很快超越了新型那位小鲜肉 替代了他的地位 而且所有人都觉得 叶浩轩身上有股紫阳刚气势 不是那个小鲜肉所能比的 小丽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这是他第一次工作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工作就捞到了这么好的差事 他是为医生做翻译啊 当他把这个消息传到朋友圈的时候 他朋友圈里的朋友们几乎都要疯了 好多人对他真的是羡慕极度恨 小丽已经在犹豫这找个合适的机会 向索要签名 并和他合影了 沃国首都好玩的地方有很多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富士山 还有像其他的地方如千鸟鸢 浅草 明治神宫 八方圆等地方都是可以去的地方 不过可惜现在时间已经有些晚了 去那些地方有些不限时 时间已经是傍晚时分 东京银座 新宿 地带等几个地方号称不夜城 那里倒是可以看看 叶浩轩他们下他的地方距离银座比较近 小丽之前来过一次窝国 所以 他对这里熟知的程度要比叶浩轩熟悉得多 打了一辆出租车 很快就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其实出去玩的人只有三个目的 第一是逛景点 第二是购物和美食 现在距离饭点还早 那么比较适合的 也只有购物一条路可以走了 到了当地一家著名的购物城 叶浩轩的眼瞬间变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这里的商品很多 种类也很齐全 尤其是这个地方购物的服务很周到 几乎每个区域都会占有数名导购员 全方位 无死角的为客人服务 不过一楼大多数是服饰区域 叶浩轩对这些不感兴趣 小力是个不错的女孩 叶浩轩打算买些小礼物送她 不过买衣服似乎不太合适 要传出去了 肯定会被人误会 到了珠宝砖区 叶浩轩算是来了点兴趣 只见一个巨大的区域里面 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珠宝专柜 就连叶浩轩也被这些东西给吸引住了 因为在窝国 有一种风俗习惯 女儿出嫁的时候 母亲都会买一套高贵的珠宝 作为嫁妆相赠 所以这里的珠宝销量相当的好 久之也就催生了这里的珠宝行业突飞猛进 这就好像是华夏结婚时 必须的车房一样 结婚的时候是必须都要有的 如果没有 丈母娘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的 这个地方的珠宝 大多数是以名贵的南洋珍珠 窝国珍珠或者是红蓝宝石为主 设计相当的新颖时尚 而且非常的高贵典雅 如果是出来乍到的女人 她们肯定第一眼就会被眼前的珠宝所吸引 因为女孩子对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没有一点抵抗力的 哇 好漂亮啊 小丽扑到一个南洋珍珠专柜胆 两只眼的眼珠子几乎都凸了出来 喜欢就拿出来看看吧 叶浩轩笑了笑说 不 还是不看了 我又买不起 小丽看了一眼价格 有些艰难的摇摇头 没事 算我的 就当我感谢你 叶浩轩笑了笑说 感谢我 为什么要感谢我 小丽有些诧异的问道 感谢你陪我来这里购物啊 呵呵 不然的话 我就算是跑上一整天 也绝对找不到这个地方的 我又不懂窝语 问路也找不到人问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叶医生 我是翻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况且我已经拿过薪水了 小丽连连摇头 除了